好 讓我們看到的是 黃子嬌去年6月的時候 被網紅Zovia控告強吻拍裸照 陷入了MeToo風波當中 而Zovia也透露 目前還有一名受害者 指控黃子嬌性侵 案件仍在受審當中 結果沒有想到昨天的時候 她又再度收到化名K小姐的私訊 對方表示在2006年的時候 遭生狼爪 同樣是以拍藝術照為理由 欺騙到黃子嬌的工作室 性侵得逞 藝人黃子嬌去年6月 捲入MeToo風波 近日又因持有未成年偷拍影片 遭外界撻伐 沒想到昨日還有一名女子 指控黃子嬌 騙她穿泳裝拍藝術照 卻沉寂性侵 去年揭露黃子嬌行為的網紅Zovia 收到一名K小姐的私訊 對方表示她當時才剛升大學 想進入演藝圈 而黃子嬌對她嘘寒問暖 長達一年 讓K小姐卸下新房 2006年8月 黃子嬌說要辦攝影展 約K小姐到她內湖住處拍攝泳裝 K小姐表示自己當時才17歲 雖然感覺不太妥 但又不好意思拒絕 拍攝開始後黃子嬌的鏡頭越來越近 還要求K小姐換露更多的比基尼 更不時出手摸K小姐的敏感部位 最後甚至還要K小姐解開上衣 沒想到K小姐脫衣之後 黃子嬌竟直接跨坐上來 心情得逞 讓K小姐陷入嚴重憂鬱 也無法和男友有正常的親密接觸 K小姐表示 我想最大的解藥 應該是黃先生一句認錯 很誠心地會改道歉吧 而Zofia在公開K小姐事件之後 表示陸續又有受害者來聯絡 她也請受害者們不用怕 她已經幫忙轉交給警方處理 而面對K小姐的指控 我們ET五間新聞 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也有私訊黃子嬌的臉書 不過目前尚未得到回覆 如果有最新消息 也會為大家帶來即時更新 是 那其實這個爆料是 昨天Zofia在臉書上 爆料的 沒有想到貼文竟然三度 遭到平台刪除 也掀起網友的關注 Zofia在昨天晚上 公開受害者K小姐的訊息內容 指控黃子嬌性侵 沒有想到文章才PO出來沒有多久 就被臉書平台刪除 她發現之後 又立刻重新上傳了一次 結果短短不到一個小時 文章又連續從版面消失 只好再發第四次文 她寫說我心好累 文章又不見了 呼籲網友 請勿肉搜受害者的背景 對此律師李珍儀也在下面留言 說已經截圖分享了 應該會再被大量檢舉下架文章 一起加油接助受害者們 網友也紛紛力挺 文章真的不見了 但是勇氣不會不見 也有人說好誇張 刪幾次我就轉發幾次 此案不能成 而去年指控藝人NONO性侵的網紅小紅老師 她也跳出來說 自己曾經遭到黃子嬌的性騷擾 而她在看到最新一名受害者 K小姐的自白後是相當震撼 因為她發現黃子嬌用的手法都一樣 小紅老師在臉書發文 回憶曾經遭受黃子嬌騷的經過 黃子嬌當時語氣堅定 態度認真 勸說她以為藝術而犧牲為名而成為模特兒 而且不斷用MSN和電話奪命連環call 持續要求小紅老師要見面 也曾經在TVBS的門口等待小紅老師 甚至小紅老師到台南工作時 黃子嬌都傳訊息迫切希望可以跟她見一面 而小紅老師在初次見面時 就對黃子嬌的原品產生懷疑 她表示當時黃子嬌提到因為偷吃 而被小S和黃偉中封殺儀式 黃子嬌表現出來的態度是對偷吃行為毫無回憶 讓小紅老師覺得她的人品很有問題 所以也挽聚她之後的各種見面邀約 也因此逃過一劫 對於K小姐的遭遇 小紅老師表示深感同感 甚至會懷疑自己怎麼沒有及時拒絕 而今天我們ET5件新聞 早上也有寫信以及私訊黃子嬌的臉書詢問 不過目前揭聚未得到回覆 黃子嬌涉嫌性騷擾遭到民眾告發 而僅僅調查後發現她是偷拍論團的高級會員 引發了社會的嘩然 遭到許多藝人公開踏罰還有拒絕合作 不過她的妻子孟耿如出面幫忙還假以及道歉 卻遭到部分的輿論批評 仍然有部分網友湧入她的留言洗版 如今被發現 孟耿如她已經悄悄關閉臉書 孟耿如替黃子嬌道歉一事 其中一句重點不在於 黃子嬌未了解販售影片的取得來源 已惹怒了重怒 被外界認為是替老公洗白開脫 而不少人無法認同女方繼續為老公發聲的作為 但也有人希望不要追殺無辜的家屬 掀起了正反兩派網友繼續湧入她的臉書討論 對此孟耿如深夜已經低調把臉書關閉 目前已經搜尋不到了 孟耿如替黃子嬌道歉一事引發爭議 而網紅丹尼表姐也有PO文來發表自己的看法 她無法認同女方繼續為老公發聲 而在PO文底下是湧入許多護航孟耿如的粉絲 罵她蹭流量 對此丹尼表姐也有發聲反擊 丹尼表姐日前逆封檢討孟耿如替黃子嬌道歉一事 直言唾棄跟犯罪者同陣線的成年女性 無法認同女方繼續為老公發聲的作為 提文曝光之後掀起正反兩派網友討論 然而又不少支持孟耿如的人 湧入相關的報導以及她的臉書留言 還有臉批評別人 你保證你永遠不會犯大錯 嗆瞎丹尼表姐是在蹭熱度 面對不同立場 丹尼表姐也以在肚子很餓的狗 面前放烤肉為比喻 不解回應一堆人護航女方 今天問題就是 女兒被大人選擇繼續放在戀童癖的旁邊 這就是很危險 這麼簡單的道理 還如此高比例的人不懂 無奈她自己若是因此失業的話 她打算轉行去考滑雪教練 藝人佳永傑她昨天看到K小姐控訴遭到性侵 除了留言說天理難容之外 今天早上她也發文直接點名黃紫嬌 痛批說在演藝圈的光環包裝之下 侵犯了多少未成年的少女 文中她也要求Sofar要從重量刑 佳永傑今天早上發文針對此事寫下自身的看法 其中K小姐的故事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是這些都只是冰山一角 還有更多的被害人 到底在演藝圈的光環包裝之下 侵犯了多少未成年的少女 也許答案永遠無法知道 因為事隔多年證據不足 不過佳永傑畫風一轉 但是就連有十證 物有七部未成年性影像的部分 也只有輕判刑 罰錢外加不痛不癢的悔過書 隨後更直接點名黃紫嬌 黃紫嬌應該要很慶幸身在台灣 如果在美國犯下這件事是聯邦重罪 FBI的幹員會全副武裝到家拎回去 然後手腳上銬收監 如果重刑入獄 聯邦監獄牛鬼學神那麼多 應該不會很容易出來 台灣司法對此類案件太過寬容 應該要重新檢討案例 重重量刑 有些少從而來 我要重新檢討案 確定要重新檢討案 我不能重新檢討案 大約 足夠 足夠